一夜寒露风 柿子挂灯笼 今秋十月在山东林渠县的一个小山村 遍山的柿子已经熟了 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 摘柿子 亮柿饼 忙碌的影视村亮出了一个秋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山东省维芳市林渠县武锦镇的影视村 这里环境优美 邻国飘香 村民们生活非常的富足 而据当地的村民介绍啊 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省定的贫困村 那么短短几年的时间 这里是如何脱贫致富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村子里去看一看 影视村坐落于青石山区两山峡谷之中 因春秋时期两位战将在此卸甲归隐而得名 十个自然村顺河依山而建 一条公路穿村而过 村中7.5公里的柿子流远近闻名 还没进村 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狮子树 山坡上 山岭下 荒坡旁 宅前屋后 到处都是狮子树 山野间 黄澄澄的狮子挂满之头 令人赏心悦目 美不胜收 听说赵万法家的柿子 今年又是大丰收 我也过去凑凑热闹 赵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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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哥这一片园子都是您的 对对对 全是 这看着这一片很大呀 一年下来产量能达到多少斤 两万多斤 两万多斤 对对对 那像这个平均算下来的话 一个柿子能值多少钱 一个柿子下来是一块钱吧 一个加工出来不是汉水来 加工出来还贵 对 一个一块钱就感觉 这书上挂满了金元宝似的 现在小路越来越好 这一次是没有斗次大厦里去了 我几年去年有余率500克苗的 又种了500克苗 对对 种这么多不愁卖吗 不愁卖 现在看这个市场是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好 对对对 不断扩大的市场 让赵万法看到了柿子种植 带来的可观收益 近两年 他把柿子园扩大到了原来的四倍 收获的季节 十里八村的村民都过来帮忙 附近的一些闲置劳动力 也被利用了起来 现在是杜大哥在市场中所冠军 一千里的二十多棵树 两千多斤 冠军啊 你好啊杜大哥 这个有亚军 李大哥一千里的十五棵树 一千五百多斤 哇就是亚军都能采这么多棵啊 对对对 那你现在让我去参与的话 我不是压力更大了吗 还试试吗 试试啊 这俗话怎么说的 墙中自有墙中手 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来来来 我去吃 行 您给我找棵树啊 好 踩这一棵呀 行 诶 赵大哥 他们都有梯子 我这个徒手踩的话 不太好踩吧 你不用梯子 不用不用 我有秘密武器 给你币好了 我还有秘密武器 有这么优厚的待遇吗 对对对 你看 这是啥呀 专用 专用采柿子的 专用采柿子的 对 不是这个看着也太现代化了 这怎么用啊 你得教教我 对对对 有个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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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把它弄短 这个甲子 有个卡的在这 对对对 哦 直接下面就能做出了是吧 对对对 你试一下 不是 怎么看着很简单 对对对 诶 十一年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别打手 别打手 别打手啊 影视村的柿子产业不断发展 柿子采摘工具也开始推陈出新 赵万法给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根据村民们使用的竹竿研发出来的专业采摘柿子的工具 оз了 是 因为有人做了 对对对对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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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毕竟总的 你是什么 慢慢地剪下来 轻轻地放下 对 适事如意 漂亮 采摘柿子不能随意扔 如果柿子有磕碰裂口 在晾晒时就会发霉 成为次品 在赵大哥的指导下 很快我就掌握了技巧 这点活不就是小菜一叠吗 刚刚成熟的山柿子 虽然看起来很美味 但实际上质地很硬 味道苦涩 这种柿子 与市面上的水果柿子不同 但却是晾晒柿饼子的 最佳原料 隐士村的村民 很早就发现了 山柿子的这种特性 大哥 我看它这棵树上 还有几个没剪 我给大家一剪了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为什么 这个柿子给鸟儿吃的 这就是有可怜 去拍照的 给鸟儿吃还有拍照 它凡不自然嘛 凡不自然 对对对 多好啊 装吃去吧 行 走吧 赵万法告诉我 树上留几个柿子 给一些在此过冬的鸟儿吃 鸟儿还会顺便 把树上的一些害虫 一并吃掉 一举多得 同时 留下几个柿子不摘 也有着 事事如意 年年有余的 美好寓意 赵万法不仅种柿子 还和村里人一起合伙 搞合作社收柿子 他负责柿子加工 每天加工的柿子 大约有一万斤 忙不过来的赵万法 请来了附近十里八村的大娘大嫂们一起忙活 这里呢是影视村的柿子晾晒基地 工人们正在为柿子进行削皮 咱们也一起过去看看 您好大姐 好 忙着呢 最后的快事 做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 已经十六天了 八月多了 半个月了 就是咱们的丰收季 十三年 是咱们影视村的人 不是 我是上厂的 村庄的 旁边其他村的 其他村的 是每天早上过来吗 都才起来六两两种 下不上 五点就去送了 五点就结束了 那您这个中午 不需要回家吃饭吗 不用 因为住家管饭 管马托 住家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 管饭还车接车送 每天和李大姐一同来到影视村 加工柿子的有三十多人 清晨而出 日落而归 在柿子丰收的季节 他们要在这里忙碌一个多月的时间 去皮的工作 简单 一上手 掌握技巧之后 只需要付出耐心 村里的大娘大嫂 都是柿子去皮的好手 大娘 你们好 我人家好 四位大娘 你们都是咱们影视村的吗 是的 您是影视村的 您呢 是 都是影视村的 都是影视村的 那你们在这干活 干了多少年了 那里小子都特意了 18年了 18年了 对了 今天老七一年 一年比一年好了 嗯 你这个工资也是每一年都有变化吗 每年都有变化 每年都有变化 每年都多了 就是 人家多少钱一年 那 这是交配的时候 这是五六四块钱 最早二十块钱 就是啊 那得是二零零几年了 就是啊 嗯 现在呢 十八年钱 现在一百 一百 这一天一百的话够用吗 够用 你这十八年花多少钱啊 现在都在 家里又没了花子了 村中妇女团团而坐 三五成群 家长里短 香阴营绕 手上却不停 说笑之间 就把这去皮的枯燥工作 给完成了 对于赵万法来说 柿子是稳固的生计 更让她的生活不断改变 而对于整个影视村来说 柿子与每一个人紧密相关 它帮助每一个人 在其中安身立业 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 影视村全村683户 其中455户 直接或间接从事 柿子的种植和加工 随便走进一家 都可以看见忙碌的场景 你好大姐 我是杨斌 我看到咱们这都在晒着柿子呢 对 能带我看看吗 行 走 我带你看看 工人们正在忙着 试过去皮之后 要立即上架晾膳 最好是采收 去皮 上架 连续作业 工序紧密衔接 你也学着挂挂吧 我可以吗 可以啊 你上去来试试 我直接上吗 行 当然行 你教我是吧 这挂哪个呀 这个 在史学荣的帮助下 我也体验了一回 吊狮子的乐趣 这怎么弄呢 你找一圈 揪过去 然后绕一圈 过来 对对对 有点掉了是吧 不行 这扣不对 这扣又不对了 拧一下 拧一下 来 爸放在这 放在上面 绕过来 再过去 不对 你找一圈 揪过去 钓柿子 也是一个技术活 用钓杆跟线来完成的 不需要别的复杂的工具 木棒搭架 架上绑上绳子 将悬过皮的柿子 翻转挂绳 自上而下 直到接近横传为止 一根钓杆 十根线 挂好的柿柄 一排排 整齐排列 随风而动 形成了影视村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这个也对了 在史学荣的帮助下 我终于掌握了 钓柿子 这项技术活 对对对 哎呀 又亏了 我是劳动小能手 哎呀 留不及了 哎呀 行了 厉害厉害 可以吧 可以可以 影视村的柿饼 采用最传统的制作方法 自然吊晒 日晒夜露 随着时间的流逝 糖分慢慢积累 水分逐渐蒸发 只需要阳光的洗礼 就能甜得原汁原味 杨斌 你尝尝我们家的试点 好啊 哎呦 这看着真的是晶莹剔透的 就像是那个 糖心蛋的蛋黄一样 对 你尝尝 是不是很好吃 哇 这也太好吃了吧 非常的香甜 软弱 嗯 大姐说 再晾晒一个月 这些柿饼就会出霜 味道更甜 到时候就可以 大规模上市了 随着影视村 柿子产业的发展 使学荣 转变思路 成立合作社 做起了柿饼身加工 从种柿子的小农户 发展成为了 柿饼制作加工合作社 使学荣身份的转变 足见影视村 柿子产业的兴旺 如今影视村 柿子年产量约 两千万斤 加工柿饼六百万斤 年销售额五千六百万元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柿子村 影视村的柿子 种植历史已有几十年 漫山的柿子是祖辈 留给影视村的财富 然而曾经的影视村 路难走 交通不便利 每年双降以后 漫山的柿子红火地喜人 可就是卖不出去 交通和信息的不差 是制约影视村发展的 主要原因 如今能有如此大的变化 还要从一条路讲起 原来的小道 是不到四米的小道 阳城小道 也没有硬化 漆漆不平的 在其他的村庄 像雨雪天之后 然后你是骑着车子 串门走路 在我们这边是 车子骑着泥出门 就是说咱们这道不好走 很多泥 你在骑车的过程当中 车子上泥就把车骨 给塞住了 这样你没办法 你还继续还要走 所以你说 车子骑了你 抗着车子出去 听着感觉是个趣事 但是想想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们这边 原来确实也是 也是因为这个道路不通畅 导致我们的这个 吞迷出行也不方便 市子也运不出去 这个整个空庄的经济 很萧条 也没有 基本上也没有 这些年轻的 你包括年轻的什么 也没有在家的 全都出去打工去了 但是我知道 咱们这个市子 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对 你现在是慢慢的 它都能运出去了 对 现在就通过咱们这条 那个百游马路通上之后 然后咱们的村民 出行方便了 外来的客商也多了 收购的 对对对 咱们的市子 也能运出去了 2016年 政府出资修建了一条 高标准的公路 这条依山而建的公路 串联起影视村的 十个自然村 直接和县城相连 门前就是百游马路 村民不用担心市子的外运 火红的市子走出了山沟 不仅销往全国 更成了海外国家 争相订购的美食 曾经让村民纠结惆怅的市子 彻底变成了村民们自豪的金果 现在这个时候 反正就是在外的年轻人 回来的很多 真好 到我们这边 自己开农家乐的 自己搞拓展的这块的 回来的也很多 都有 如今的影视村 市子不愁卖 年轻人也纷纷回乡创业 小小的市子 还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 32岁的郭磊 正在通过直播 向外界推销家乡的市子 进了直播间 先帮主播点一下赞 让咱们的人气高一点 然后看一下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饰饼 饰饼正在加工装 这是我们正在晾晒的饰饼 我们这个饰饼 是香甜软糯的 软糯的 糯糯的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甜 如果有喜欢吃的 就点开 点开头像 然后点着下 咱们黄色的购物袋 郭磊曾经在外打工 随着影视村知名度逐步打响 看到村子变化的郭磊 回村创业 对网络精通了他 注册了网店 进行线上销售 推广影视特色农产品 我们推的销售名为 郭磊 你好 郭磊 你好 你好 我是杨斌 你好 我看你们这会儿 都在忙着呢 对 我们正在做饰饼的网上预售 因为这个饰饼 它是季节性非常强的产品 我们从双家开始采摘 到12月开始发货 然后到过年 基本上就能卖完 所以这个周期是非常短的 我们要提前做预售 做得怎么样现在 去年可能有100吨的销量吧 100吨的销量 对 那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还可以 去年郭磊网店大火 饰饼的销售达到了2万斤 创下了一天卖出300盒饰饼子的业绩 如今的影视村 有电商经营户30余家 全村电商年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 影视村的村民 用自身的勤劳和智慧 不仅走出了一条致富路 更让村子的名气越发响亮 然而影视村的改变并不止这些 除了饰饼加工和销售 影视村还利用柿子名片打造乡村游 2017年以来 影视村依托市景观 市文化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修整道路 治理环境 我们这边街道是不是非常的干净 对 很整洁 对 这是乡村旅游之后 对我们推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原来的时候这边都是老百姓自己建的检疫的柿子棚 还有养殖棚 卫生条件也是非常的丹乱长 搞乡的旅游为了提升这一块 然后17年的时候咱们投影委结合上级的政策 然后做了一个统一的规划 咱们重新建起了以柿子文化为主的市柴园园 这个市柴园园也是郊北最大的一个市柴园园 看现在咱们的街道也非常干净 游客来了也非常满意 还非常喜欢 如今的影视村产业兴旺 村容整洁 随着来村子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村民们还利用闲聚的老宅念起了民宿农家乐的致富经 书记邀请我到村中的百年老宅去体验一番 我看这些房子都是老房子啊 对 是吧 咱们这古村落这个这是相对来说 这120年的这个历史了 历史比较悠久了 对对对 所以看到这些好像都是那个年代的 现在反正看不到这样子的 对 现在看到的就是看到的这屋顶 就是那个我带你去的那个古村落 是吗 这一家咱们看一下 好 这是全是古宅 原来的用石头砌的 哦 这么大呀 代表咱们这边特色的 这个是个三心院 当时来说这个家庭也是比较富裕的 这边的东乡房 然后是放厨具中的 就是最靠外的 是放这些器具的 对对对对 然后屋子是要再往上走 住的地方是在里边 哦 这一层又一层呢 对对对 来 小猎 来 快坐坐 你好 喝茶 喝茶 谢谢 谢谢大爷 我们来到尹大爷家的时候 他正和客人喝茶 尹大爷家的老宅子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几经修缮 仍保存了原貌 古朴的石头墙 青砖青瓦 是典型的山东 特色名居 七十岁的尹大爷家 是村里组织开发的 第一代民俗实验户 老宅子有七八间房 儿子女儿住在城里 自己和老伴住一两间 其余都闲置 随着尹市村知名度逐渐打响 前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尹大爷把老宅子整理修缮 做起了老宅特色民宿 大爷您今年高寿啊 七十岁 您今年都七十岁了 还开农家乐呀 哎呀 留着留着来玩 来玩玩 所以像您也是过来玩的吗 对对对 在网上看这边秋收的时候 就满山的市都特别漂亮 然后也是想过来拍一些照片 就感受我们这边 这种比较慢的节奏生活 跟大爷待了有几天了 对 这我们住在这边 缺什么东西啊 就大家都给拍上 刚刚看你跟大爷聊得很开心 对对对 是不是经常会有年轻的朋友 过来住啊 经常有 经常有 那您这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忙不过来 别人也帮忙 孩子在身边吗 孩子在外地工作 他们也帮不上了 帮不上 他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 平常他老伴啊 也是帮着 孔孙一字 他自己在家 游客过来之后 特别这年轻的过来之后 让他感觉 我的孩子就在家 聊天啊什么的 老爷子喜欢喝点酒 有年轻人陪他 对对对 对对对 年轻人都两千年 好多年轮女一样 我说一道高兴 下次我乔下好了 都特别再聚一会吧 就是对于咱们这个老大爷来说 也是说看到孩子们回家 对对对 然后外面来的这些孩子们呢 来到这儿住了之后 也感觉这是自己的家 所以其实就是一种家的港湾 对对对 充分体现出来 挣钱不挣钱无所谓 我要快乐 我要幸福 老友所乐 对对对 听年轻人讲大千世界去谈 让老人不亦乐乎 除了古朴大院发展的特色民宿 村里还专门打造了影视民宿群 每到五月一 十一假期 小小的村落热闹起来 游客三五成群的在影视村 欣赏美景 放松心情 体验农家乐 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 激活了影视村的柿子产业 搭乘时代的快车 小山村便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如今的影视村 街道整洁 道路宽敞 产业兴旺 人气汇聚 从过去偏僻贫困的小山村 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生态文化村 从柿子深加工到特色民宿旅游 影视村也是探索出了一条 致富之路 保住了绿水青山 也为百姓们的生活带来了提升 那么在接下来的行程中 我们又将遇到 怎样的美丽乡村 遇到哪些惊喜呢 让我们一同期待